《伍佛无门,为人自造,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》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深入金藏之后 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 祝福菩萨和时空发迹 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法身 所以真诚的爱心处置于自然的流露 对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 平等的爱护 怎么会做出残害众生的知识 所以在感应篇里面 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 汇宾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 我们也曾经报告过 在这一段文字里面 给我们举了几条例子 说一切众生 贪生未死 爱情念旧 知痛觉苦 跟我们自己确实没有两样 我们只要细细地去观察 这些现象很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 佛教人修行 修正错误的观念 修正错误的行为 教我们时时刻刻提起观照的功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